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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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你爸 啪啪啦啦的 他啥都舍不得扔 妈 你不常说吗 破家之弯罐 拿着又拿着呗 你还笑着你爸爸说话 班长 咱们家地方大 全放得下 爸 来 放得下吗 这我呢 我这个不行 太压坏了 你把这个放进去 是吧 这都是宝贝啊 过日子啊 这些都有用 来 来 放 这放 这个我得抱着 这个压坏了 好好好 去吧 其实 把公公婆婆借到城里尽孝 是我和书园 是我和书园的夙愿 可是 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 实现这种夙愿 一直是一个奢侈的梦想 这也是 在我和书园心头 始终萦绕的遗憾 今天 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远在大西北 带队施工的书园的喜悦和满足 爸爸 你猜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猜不出来了吧 你等一下 我给你吹着 爸爸听不懂 爸爸 不错啊 连销都猜不出来啊 爷爷说了 教我吹销 吹笛子 雷雷 雷雷 你这爷爷瞎掌握 你才的爷爷 雷雷 你在干嘛呢 给爸爸打电话啊 爸爸 你等一下 妈妈 爸爸要和你说两句 喂 淑媛啊 我今天累死我了 累得完腰酸背痛的 那好吧 你猜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是爸生日 我真张了呢 给他过生日呢 好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我想让你帮我选一块 追那种 那个 收拾蛋糕 收拾蛋糕 我向您好去这边请 看一看 好 喂 我是许婷 我给咱爸订了一个特别大的蛋糕 天哪 光和你说话菜的烧糊了 妈 对不起 还妈妈的晚来一点了 着火了 妈 对不起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妈 你一来啊 我可有学习的机会了 啥学习的机会啊 跟你学习厨艺啊 要不啊 淑媛和蕾蕾一上桌就挤对我 淑媛说了 吃别人菜啊 要钱 吃我做了饭啊 要命 看这爷俩烧的 难怪他爷俩啊采过你 你说你做菜那点手艺可真是 真是 妈 你得向着我 向着你 向着你 其实啊 你会不会做菜烧饭呢 这都不打紧 为什么 王后啊 这家里所有的家务活 我跟你爸呀都成包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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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太好了 妈 对 书远嘱咐我了 说把你们二老接回来 就是让你们想轻浮的 家务活啊都我来做 你们啊 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健健康康 比什么都强 有你们这一片小戏哪 我们老两口就是喝西北风啊 也不缺营养 有没有 准时书远来电话了 快进快进 给我爸住寿 喂 书远 你还真挺准时的嘛 嫂子 我是高俊 是你啊 我就在你家门口 你怎么不进屋啊 我 我 嫂子 我就不进来了 哦 你有事吗 嫂子 你什么也别问 马上出来一下好不好 你怎么把车停到这么远啊 进屋吧 嫂子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嫂子 嫂子 书远她 书 书 让她走啊 书远她 她出事了 轻轻的 弱长离开 竟将眼角的泪失去 慢慢潮液 未来一堆 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前方的路虽然太轻 き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虽然眼神 虽然下场雨 我在風雨時中也遮膩 沒有你的日子裡 我會更加窒息自己 沒有我的歲月裡 你要保重你自己 你問我何時會鼓勵 我以輕聲能問自己 不是在此時 不知在何時 不想讓我失在 一場突如其來的沙漿漿 是大西北的那個工地 在瞬間變成了人間地獄 當幸存者把那隻坍塌的吊臂移開後 發現了血肉模糊的疏緣 和他致死依然頑強支撐的雙臂下 幸存的那位河北籍的民工 天 終於在我的面前塌了下來 我不知道 我該怎樣把惡耗傳達給我的公婆 我也不知道他們將怎樣承受 惡耗帶給他們的打擊 我更不知道失去了疏緣 我還有沒有勇氣活在這個世上 我愛你 我愛你 好 嫂子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忘记 奶奶需要你 她的爷爷奶奶需要你 我们蓝天公司更需要你 老爷子 在这儿呢 你别光顾着搬走你这些花 别忘了到点到学校去见孩子去 忘不了 行 你去哪儿去 我到菜市场去买个乌鸡去 回来给小红熬点鸡汤喝 你没发现最近小红这气色不好啊 一天比一天瘦 是啊 我也发现啊 小红这孩子啊 这两天好像有点什么心事 我没有把书园的噩耗 告诉家里的任何人 悄悄料理完书园的后事 我揭提了书园的角色 担起了蓝天公司总经理的担子 书园的离去和沙尘道对西北工地的摧毁 使蓝天公司和我一起 濒临绝境 高副总 喂 喂 你们这是干嘛 我们工资的事儿 我不是给你们保证过了吗 无论公司能不能度过眼前的困难 但是公司啊 不会拖欠大家的公司 高副总 那你光保证没啥用了 我们得见到钱才能相信你的话 你是刘总的表妹吧 高副总 现在不一提私人关系 咱们老公事公事公办吧 小春 干啥啊 现在是大家的事儿 我估计不了亲情 再说了高副总 你说我们偏家舍业子出来干活儿 为啥呀 不就为了挣哪钱吗 对不 对你说的没有错 大家出来打工 就是为了挣钱养家 现在公司啊 遇到了点困难 大家担心拿不了公司 这是人之长起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公司不欠大家一分钱 这是我们的工资啊 对 你把房子卖了 准备住哪儿啊 我都安排好了 你忙吧 我走了 等等 你别忘了我和舒原 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别落下我 我们三个还是同窗好友的 那你干嘛要写这个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我非常地感谢你 真的 高军 来 来 如果你这时候说 舒原虽然走了 但是你能把他了的天才撑起来 比说一万句的谢谢 更让我激动 这笔钱是给舒原父母的抚养费 拿着 你为什么要叫我扶养费呢 我不是说了吗 我和舒原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他虽然走了 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好 嫂子 以后别在老人面前掉眼泪 招呼 我想把塌下来的天 重新撑起来 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玉红 这两天啊 我老感觉自己的肝有点难受 你能不能别吓唬我 肝有什么难受的 是不是哪不小心磕着碰着了 我也这么想过 可是我这心里就 就老有种预感 三大爷 三大爷 村子 素材是你们呢 快进来吧 快进来 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 三大爷 我们换鞋吧 不用换 不用换 我待会儿拖地 三大爷 我三大娘呢 出去买菜吧 一会儿就回来 你们先坐啊 把握真大 以后啊 再来啊 不要带那么多东西来 三大爷 这是给你和我三大娘买水果 好 你们坐 我们倒点水啊 三大爷 你不用忙了 不用忙了 喝这挺好 一粒 名牌 有营养 这个 好好好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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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 我喝这个 这还有啊 你们这是 三大爷 我们 三大爷 我们 我们 我们是来跟你和我三大娘告别的 告别 你们不是在书园那干得很好吗 怎么 要回去啊 三大爷 一言难尽呀 怎么 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三大爷 是这么回事 我们俩吧 我 我们俩 那 你看你 这嘴忒笨 学点啥都坑吃别肚子 三大爷 是这么回事 我淑妖哥活着那阵子 那对我们俩那是没说的 的确有个各个样 可他这一撒手人寰 我俩就成了没娘的孩了 撒手人寰 来 妈 我回来了 好 先歇会儿 马上就吃饭 马上就吃饭 妈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 家伙活我来 你不用干 来 别 别去 你看你 那让我干啥呀 妈 你什么都不用管 看你说的 看你说的 你想把妈呀 当着肉鸡养起来呀 妈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爸呀 都属于那种 闲着养着就难受的主 再说了啊 你上了一天的班啊 够累的了 怎么回来也得吃个现成饭呢 是不是 来 你歇着吧 我去忙去 等饭好了啊 我回家了 妈 不用的 你真是 别去 去 洗洗手吃啊 洗洗手啊 洗洗手啊 洗手 小红啊 会不会还来电话了吗 没有的 没有的 哎呀 傻宝你工程啊 也不让我家里头来个电话 报个平安伤 妈 我爸呢 这债老头子 也不是抄哪门子协方 一下午了 跟他说话他也不搭枪 还在阳台上傻坐着呢 妈妈 爷爷呢 包远处看呢 妈妈 别去打扰爷爷 爷爷说 让他一个人静一会儿 心里才好受 妈妈 什么叫撒手人寰啊 谁告诉你的 那个叫李春的姑姑说 我爸爸撒手人寰了 爸 你要是难受 你就 我 你要是难受 你 我 你 这儿老阶头 怎么想起吹这个点儿了 这儿老阶头 来嘞 来嘞 我在这儿呢 让爷爷奶奶下楼吃早餐 知道了 爷爷奶奶 吃饭啦 妈妈 妈妈 爷爷和奶奶都不见了 爸 孩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你咋还瞒着我们呢 你不该让踏下来的天 编闷在你一个人的肚子里 那会伤身子的 你应该告诉我们哪 哪怕是偷偷地跟妈一个人说呢 妈还能 帮你掉眼泪 帮你哭 帮你分担点心里的苦水啊 孩子 我们走了 你也能通通关关的哭一场了 你怕让我告诉你 书院走了 可你往后的路啊 还长着呢 世上有走不完的路 没有过不去的坑 拿起精神来 带着蕾蕾好好过日子 把蕾蕾抚养成人 我和你爸 还有九泉之下的蕾蕾 都会感谢你的 别惦记我们老两口 多珍惜珍惜自己的身子骨 与着可信的人 就再成个家吧 妈每时每刻 都会祝福你的 祝福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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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flowing 爹 爹爹, 爹爹, 爹爹 來吧 爹 爹爹, 爹爹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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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妈 妈 多不求 孝敬父母 成功 爱你的礼物 父母的一辈子 吃了多少货 孝敬父母 感到人的幻念 孝敬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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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爱到昨日的礼物 父母的一辈子 其实啊 我和你爸就是不想再拖累你了 妈 你看 你又说了 不是告诉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了吗 不说了 不说了 苦命的孩子 妈 你看看你 你再说 我只要生气了 不说不说 不说了 爷爷 来来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还没有呢 替爷爷咳嗽我过来看看 没事儿 刚才爷爷洗脚啊 万一要窝了一下 你看 现在不是好了吗 来爷爷 我来给你洗 不不不不 爷爷啊 自己能洗 爷爷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妈妈说 不惹爷爷奶奶生气 是最低标准 那最高标准呢 把爷爷奶奶照顾好才是最高标准呢 好孩子 好孩子 爷爷 我妈妈还告诉我 我已经是大人了 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要悄悄留给爷爷奶奶吃 可惜我现在没有什么好吃的 等有了的时候 我一定留给您和奶奶 我保证 好 累累 真是懂事儿的孩子啊 爷爷 我懂事儿吗 懂事儿 我的大孙子 成了懂事儿的大人了 爷爷 你也是大人 你也得懂点事儿啊 爷爷 哪儿不懂事儿了 你不让我帮你洗脚 你就是不懂事儿 不让你洗脚就是不懂事儿啊 爷爷 奶奶都给你做出榜样了 每次妈妈要给奶奶洗脚的时候 奶奶总是乖乖的让妈妈洗 好 爷爷也懂事儿 爷乖乖的啊 让累累啊 给爷爷洗脚 我睡觉了 你比如说 那些洗脚 哪儿 我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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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 我睡觉了 你又晚上 你嗨 还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嫂子就真心诚意地 对你们家老头老太太那么好 这有什么怀疑的呀 她不一直是对她那么好吗 什么意思 无力不洗澡 她肯定另有所涂 你说人家涂什么 你说嫂子涂什么 我哥这么一嫂 人家嫂子就是甩手不干了 我能说什么呀 我爸我妈能说什么 你再翻过来说了 嫂子就把这个抚养老人的事 往我身上一推 我不也得接着吗 你看看人家走着做的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照样那么地照顾我爸我妈 婷婷 你想想 人家对人家亲爹亲妈 也就这样 我每次想起来我就觉得 其实我挺欠嫂的 你呀 大可不必 你这什么意思 能扯多劳吗 再说了 你现在是属于 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怎么去 你想孝敬父母 可点我能调件吗 那你这么说 你看我是不是更得感激嫂子 我还能挑人家脸 这是两码事 我刚才的意思啊 是说 也许慢慢的 你才能察觉到 你嫂子的真正用意 胡说八道 我嫂子人家是 一点都不穿假的好人 人家到我们家这么多年了 你看看人家就 行了 行了 你别总像唐僧一样 行了 她好 她单着 跟我没关系 聊点别的 对了 你那肝到底出什么毛病了 一周以后我那诊断结果 怎能出来了 我 我就心里边老实 你又有不祥的预感 我就一直想 我就 说 婷婷 你说我要真有个什么事 我爸我妈怎么办呀 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哥这么走了 我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 也是唯一的孩子 就是唯一的希望 你说我最要是真 你能不能别吓唬我 说点吉利的话行不行 你看 你看 你真的不该把房子卖了 你怎么又说这个话题呢 我说真的 真的有点 回不去 那你哥应该 迅速地使蓝天公司 振兴起来 贪何容易啊 你是知道的 你是知道的 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 内外交困 公司负载累累不说 本来就不多的技术骨干 现在纷纷要求另模高就 不 蓝天公司几乎成了 一副空架子 你是知道的 我依赖心很强 我这些天 我真的挺不住 咱歇会儿去 歇会儿歇会儿 我说咱俩就这么跑出来 人以为咱俩小偷呢 你这又怎么了 犯什么病啊你 你傻吧 你说 一会儿要是看到他俩了 你不觉得尴尬呀 当初我放弃了在美国 可以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 回来和书院和你们 一起搭理蓝天公司 就是相信书院相信你 相信我们在一起 能够把蓝天公司做好 能够做一番大的事 现在 虽然书院不在了 但这种信任 依然没有消失 朋友的信任 会支撑巨大的成功 不是吗 谢谢 哎 那个高俊不是你 跟我最好的朋友吗 没错 嗨 他们俩肯定聊工作上的事儿呢 蓝天公司的一二把手 白天在公司 有多少工作上的事情聊不完 还快得撑到晚上 到这么一个容易产生情感的地方 接着聊 我说你这话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那是因为 看到了让你心里别扭的事儿 走 走吧 哎 我是老伴啊 你这么晚了还不睡 还摘什么菜啊 小红啊这么晚还没回来 一回来准得饿 我给她烧点热面汤喝 哎 不跑 哎 做面条的时候 别忘了多加两个荷包蛋 哎 给小红啊增下点营养 啊 知道知道 哎老伴啊 别走别走 老伴别 别忙上去 坐下坐下坐下 我有事儿啊 我给你老伴喝酒 啥事儿要喝酒啊 你看啊 小红她一个人家里家外的 没试没赏的忙 咱们书生呢 还没成家 又刚找着工作 想孝顺咱们啊 可就没那个条件 哎 咱们总不能让小红一个人 就这么天天地干养着咱们吧 是啊 孤儿刮母的 也够难为她的 哎 那你想出个什么好道道 我要也想着好道道了 那我还跟你说什么呀 哎 这两天哪 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 哎 那你咋琢磨的 我琢磨 怎么能够发挥出我的特长 你有啥特长啊 嘿 我在乡村小学当过老师 还干过校长 我会催笛子 还会催消呢 啊啊 嘿嘿 那是个特长 要是能把我的特长发挥一下 换俩钱 贴不贴不这个家 该多好啊 回来了 妈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下班晚了 你不用等我 你忙了一天了 你早点休息啊 哎 这么晚回来啊 屋里有点亮光 你心里头啊就暖和 饿了吧 你瞧 嗯 妈给你做的热面汤 来快坐这吃快点 妈 嗯 谢谢啊 来 小红啊 妈想跟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 其实也是你爸的意思 小红啊 我跟你爸整天这么养着 哎呀总不是个事啊 你知道啊 我们俩呀 一闲着就难受 我们哪 我 妈 妈 你有什么想法 就直说了吧 嗯 你爸他呀 想开个少儿音乐班 少儿音乐班 对 教小孩啊 吹吹笛子啊 吹吹消啥的 我呢也受他的传染 也想干点啥 我想开个托儿所 妈 妈 你别着急我慢慢跟你说啊 妈 你别说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啥了 我知道你们为我好 想帮我一把 这 我们不是想帮你 主要的 我们想自个儿找点事干 省得别闷得慌 不过 要是能再有点儿静下 那不就更好了吗 要是我不答应呢 你不答应 这不能吧 能啊 连商量都不行 不行 那为啥呀 是怕我们招满屋的孩子 你闹得慌 是怕我们给你丢人 是 怕人家说你啊 当儿媳妇的闲话呀 妈 我什么都不怕 你就别再说了 那你咋还不答应我们呢 妈 你和我爸前半生是怎么过的 我清清楚楚 你们为了把书院和书生 培养成人 你们二老吃尽了苦头 为了供他们哥俩上学 你们把老屋都卖了 还在村里的小学校的 更夫值班时里 一住就是十年啊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屋 冬天露风 夏天露雨 哎 当父母的都这样 这一辈一辈的 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妈 可是你们现在 应该想轻浮 安度晚年了 孩子 有你这句话呀 妈就知足了 妈 都知道 想轻浮好 可我跟你爸呀 看你一个人 家里外头的这么忙活 受累呀 我们这心里头 不好受 妈 咱不说好了吗 我是你们的亲闺女 你说话不算数吗 算数 算数 既然算数 就别再说了 要不啊 我可生气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吃菜 吃点菜啊 喂 你好 我是一红 什么 林大夫 干净化 干净化 后期 并带有 严重的腹水 那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要想延续她的生命 必须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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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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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吗 哇 你好吗 好吗 书生就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寄托 不难想象 一旦书生也撒手人寰 绝望会给老人们带来怎样的打击 留住了书生 就是留住了他们全部的冲击 这边的冲击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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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怎么了 她 她没事 她真的没事 她胃有点不太舒服 甘 甘挺难受的 我让她住月 住月 住月好好休息 小毛病 对对对 小毛病 你说吧 他们公司啊 有人太狠了 看书山老师啊 就我跟她加码 整天都让她加班加点 连洗一天也不让她休息 天长日久的这么折腾 再好的身体 也扛不住你说是不是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说谎话的时候 显得过分的流离 谢谢 叔叔你到底怎么了 在这 他跟你话 喝水 我想尽快地让书生接受肝移植 我想尽快地让书生接受肝移植 那宫廷怎么着 手势费怎么进行 最近就下公主 来 坐啊 好 把衣服脱了 哎 大妈大叔呢 哦 妈 哎 高进来了 哎 妈小刚来了啊 好啊 哎 哎呀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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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啊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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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吧下来吧 小哥啊快醉 好好好 大妈大叔啊都好吗 好 哦好啊 刚才大妈还念叨你呢 好 说你又一个星期都没来了 好 大妈想我了 想 能不想吗 小哥啊你想吃什么 大妈给你做去 腊根木耳 哈哈哈哈 还是蕾蕾最了解叔叔 好 大妈就去做腊根木耳 哈哈哈 老伴啊 赶紧给小哥倒茶呀 好 小哥你坐 来 哎 坐坐坐 好好好 大叔叔快来 好好好 你坐啊 坐坐坐 来 我您倒茶去 来 爸 我来我来 你跟高静影聊会儿 哎 好 先吃水果吧 不用不用了 大叔您坐您坐 大叔啊 这些天也没有来看您和大妈 你们来看我啊 哦 对不起 也没有看您 不过这些天呢 是你妈妈派叔叔带来公司间离市的人 去了西北检查工程质量了 这不 回来马上来看你了 谢谢 欢迎 叔叔我们去西北工地了 哎呀 这个西北啊 太好玩了 放寒假 叔叔一定带你去玩 不去 不去 为什么呀 我恨西北工地 我恨西北工地 哥哥那儿的沙尘暴 哦 对不起 莱莱 叔叔 不该提西北工地这个话题 哎呦 我差点了这事儿已经忘了 下午啊 婷婷来电话是累累接的 也没太听明白 好像说 书生也不是怎么了 哦 妈 书生啊工程量太大 我怕他累着 就帮他走了库门找了个大夫 让他在医院好好休息一下 静下呗 你看谁把没病没栽的人 往医院送啊 妈 这你就不懂了 现在医院条件可好了 他住的那个病房 要比书生现在住的那间不到八平的小屋 要抢百倍 最适合休养了 最适合休养了 再说了 他要不注意啊 他们领导说什么也不会让他好好地休息的 感情是你心疼他 给他找个歇脚的地方 妈 要换了别人 我才不会那么死鸡白咧地走后门呢 那呀 可得薄点蜜 不能让他们老板知道 要不啊 就该对咱们有看法了 妈 你放心好了 我已经跟医院啊打好招呼了 哎呀 没看出来我这闺女啊 平时大大咧咧的 还有这份鬼心眼呢 妈 余总 余总 小脸啊 您不是说让我帮您找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吗 找到了吗 找着了 他们说想跟您约个时间看看房子 那好 你帮我办 越快越好啊 知道了 阿静啊 对房产证和地契这些手续你们都验过了 房子也测量过了 我想啊 清楚抓紧时间帮我把房子给卖了 好 大姐 您这个房子刚住了不到半年您怎么就 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卖这个房子 不 我是说呀 您这个房子虽然可以卖到几十万 但是和您当初的买入价相比 是不是赔得也太多了 所以啊 我想请你们考虑一下 给我一个更合理的价格 实在对不起 这房子啊 您卖得太急了 不然的话在价格方面还真有回旋的无地 啊 当然了 作为中介方 我这么说话是犯忌的 阿金 谢谢你的坦诚 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 我真的不会卖这个房子的 老头子 老头子 这事啊 有点蹊跷 什么事蹊跷啊 刚才量房子那个事蹊跷呗 这量房子有什么呀 那不很正常吗 不对劲 就是不对劲 你都把我给弄糊涂了 有什么不对劲的呀 刚才我听那个戴眼镜的 跟那个人说 说这个房子 卖得极了点 卖得极了点 那就还一还再卖嘛 就是 你是说 咱们这个房子要卖啊 说是要卖 老伴啊 咱俩要没窝了 老伴啊 小红要卖这个房 那准是再要买个新房 对吧 那人家要带咱们住那个新房 还能瞒着咱们 卖这个房吗 是不是这个理啊 那你是说 小红她要撵我们走 不 不 那小红对咱们怎么样 咱们心里还不清楚啊 是啊 人家就对自个儿的亲爹亲妈 也不过就这样呗 有这样的好媳妇啊 有这样的好媳妇啊 我做梦都能笑醒喽 知足 一百个知足哦 哎呀 可是 舒远走了 这小红还这么年轻 人家能不琢磨 再找个婆家吗 她这么琢磨 也没什么不对的 嗯 对 应该 应该 可 那咱们俩 咱们俩就 不对了 你见过谁啊 带着公公婆婆改家的 那你是说 老伯啊 咱们走吧 见好就说 走吧 好吧 自己的梦啊 自己园吧 说啥呀 咱也不能让小红为难了 那 那也得 小红回来 跟她说一声再走吧 你看你这个倔老头子 就是一根筋 你跟他说了 咱们走得成嘛 那 那也得 看一看书生 跟咱们孙子再走吧 哎 行行 去看看书生和孙子 咱们再走 好 哦 还没下 下课了 老爷子 你不看着点 你过那边瞧瞧去 老头子 眼睛盯紧着点 盯住啊 瞧瞧 这蛮厂的孩子 烂马英花的上哪找啊 看见了吗 没有啊 有了 有了 在哪儿呢 不是 吹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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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蕾蕾要是听那笛子声 不就过来了吗 对 吹笛子 快快 赶紧吹 这蕾蕾不抟 不用了 安乐 小心 抱起 小姐 小姐 厅 小姐 你抱开 有没有 别爱 小姐 你抱开 火 小姐 你抱开 我哟 老姐 老宫 老宫 小宫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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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大夫 小张通知我来 你不是叫给刘书生做配型吗 对对 虽说像大海捞针一样 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 做好心理准备了 万一把你这根针捞到了 你的肝脏可就 没关系 只要能救我弟弟 让我干什么都行 是 我去吃事吧 爸 你還記得你爸過生日 我買小蛋糕的事嗎 還有事挺挺 不是你說的 不許我再提這件事嗎 好心好意買個蛋糕 倒落下花瓣了 我說你怎麼老提這些陳年舊骨的事呢 我提陳年爛骨子的事 不是你讓我好好跟你嫂子學習孝敬老人嗎 婷婷 就這點上你真得跟嫂子學習 你看看人家 打住 你能不能別再跟我提她了 我說你就是又是怎麼了你 怎麼了 我跟你嫂子比起來 我可算是個大小子了 不承認 你嫂子的那塊倒是大 可是你哥還事骨未寒呢 他就想著發的 把老頭老太太撵走嘍 聽聽 咱們玩笑歸玩笑 你可別滿嘴好火車啊 我嫂子人家 他不是那種人對吧 對 那他為什麼在背地裡張漏著賣房子 賣房子 對啊 那買賣雙方協議都已經簽好了 就差辦過戶手續了 你聽誰說的 阿金你知道吧 他大理的這個業務 不可能 肯定是阿金搞錯了 你看你 就算阿金搞錯了 咱倆不能錯吧 你什麼意思 你知道高俊嗎 你怎麼又把人高俊扯進來了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高俊是我哥最好的同學 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你知道他是你哥最好的朋友和同學 那你哥應該知道 他跟你嫂子的關係 我當然知道了 我跟你說過 高俊和我嫂子也是同學 也是朋友 而且現在高俊就在藍天公司工作 工作你明白嗎 你跟我講什麼呀 有那麼工作的嗎 白天在一起工作了一整天 晚上還要到咖啡廳去洗你 這事可是你跟我一起目睹的 那你說啊 這和賣房子有什麼關係 我說你這人 怎麼就說不透你呢 你看啊 你哥不在了 你嫂子談情說愛 這無可指責 他打算跟高俊談婚論嫁 也水到渠成 這倆人打算出去住吧 咱也說不出什麼 可他不能打老人的主意啊 他把房子給賣掉了 老頭老太太上哪兒住去 更何況了 這房子也算是你哥的遺產 雖說是夫妻共有吧 可你父母也先有繼承權啊 不可能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我嫂子絕對不是那種人 我說婷婷 我越來越納悶了 你怎麼就是和嫂子過不去呢 你看這話說的 我跟她有什麼過不去的呀 我不就是擔心你們這一家子 不分好賴的人 被你嫂子給忽悠了嗎 你就是閒的你 請進 舒適啊 爸 媽 快來快來 來 爸 坐 您坐 爸 媽 你們怎麼來了 舒適啊 我和你媽 打算回鄉下去了 我們要走了 先來看看你 爸 媽 這住得好好的 你們怎麼又想回去了呢 該走了 早就該走了 媽 媽 爸 是不是因為我嫂子 不 我們走 跟你嫂子沒什麼關係 對 千萬別忘你嫂子身上行 你們是不是因為 嫂子賣房子 所以才 人家賣房子可沒錯 你嫂子把房子賣了 那是對的 我和你媽在這裡 跟你嫂子的壓力啊 實在是太大了 我們不能再拖累她了 好 然後你按到這個地方 嗯 因為不可以 真的嗎 沒有人家賣房子 我可不可以 我確定了 我一下 幫忙裡 我去 這不可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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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对了 你们不能这么 不明不白地走 什么不明不白啊 是我跟你爸自个儿 不愿意赖在你嫂子家 这怎么能叫赖呢 要不咱们把这事 弄到法庭上去 看看谁对谁错 不行 不能这么干 到了什么时候 也不能这么干 那 那 属少 那你说怎么办啊 你倒是说话呀 哎 苏生啊 你 你真要找发愿哪 不 我给嫂子打个电话 把事情问清楚 喂 是高叔叔吗 我是蕾蕾 哦 蕾蕾啊 高叔叔 你能不能来我家一趟 我有十万火急的事要和你商量 苏生 嫂子 您倒是说话呀 苏生 你别再问了 苏生 您知道 我哥走了之后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姐姐 爸和妈也把你当成亲生女儿 我们都知道 您为了操持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 这点我心里明白 有朝一日我会报答您的 苏生 您这是说些什么呀 嫂子 您听我说完 我知道 不到绕不开的事 您肯定不会动卖房子的念头 苏生 他们说你卖房子是为了结婚 是为了碾爸和妈走 苏生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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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问了 什么也别问了 嫂子 如果你不能改变刚才的决定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叫你嫂子了 书生 你 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问了 我一句话再不会多问你 书生 你 妈 爸 你们也什么都别问了 咱们走吧 书生 你要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你没有资格 也没有权利问我这些话 你懂吗 书生 你怎么能这样跟你嫂子说话呢 嫂子 她配吗 书生 你说些什么 大爸 难怪别人老说 日久见人心 我哥走了快一年了吧 你终于露出马脚了对不对 住口 你怎么能这样和你嫂子说话呢 我 我就 爸 你别生气 都怨我不好 都怨我不好 你不用再这么假惺惺的来这一套 你也不用假惺惺的再哄我爸我妈 更用不着给我安排什么医院让我休养 这房子 你可以卖 我哥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卖 包括我们刘家所有的东西 你都卖了 我们刘家人是不会跟你计较的 因为你可怜 太可怜了 但我要让你记住 刘家的人是怎么对待你的 怎么地尊重你 我要让你记住你是要复偿的 爸 妈 咱们走 闺女 妈 走了 爸 妈 你们还赖着干嘛呀 我们就走了 爸 爸 妈 我求你们了 孩子 快别这样 快别这样 快起来 快起来 妈 你要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了 别这样 起来 妈也舍不得你 妈也舍不得你呀 闺女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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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又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 妈答应你 喂 过去 快起来 你 很便宜 你 为什么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初上 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我们什么都知道了 你们 错了 对不起 淑晨 你别这样 都是嫂子错 嫂子 嫂子 嫂子要是有本事 就不会卖房子了 嫂子 是我对不起你 叔叔 嫂子 对不起 我们对不起你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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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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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请进 坐 怎么是你啊 连句话都不说 我想请一个月的假 那不行 我不同意 公司的局面刚刚打开 需要你的地方还很多 你不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要挑子 我必须请假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你什么时候做的配信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海捞针 它捞到了我 你已经决定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好 谢谢你 先不忙谢我 我还要请你帮我忙呢 你说吧 什么事 你看 手术袋上需要有人签字 我在这座城市是鞠躬无亲 我希望 也就是说 是的 你是蓝铁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 你有权利签这个字 我可以给你签这个字 但是 我不能按你说的名义来签 那你想以什么名义啊 我会以 更合适的名义来签 请进 嫂子 定位 嫂子 高副总 你好 来来来 坐 不坐了 嫂子 我俩还得赶紧回工地 有工作呢 是不是有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吗 是这么回事 嫂子 赶紧给嫂子 别跟你说什么 对 嫂子 这是什么 这是大家伙的一点意思 对 一点意思 一点意思 大家伙听说你要卖房子 给书生治病 心里都挺不适滋味的 所以 他就带着个头 你看 闹正事 说我干啥 大家伙凑了点钱 你还是收下吧 嫂子 我不能收 真的不能收 不收可不行 嫂子 这是大家伙的一点心思 你不收绝对不行 不信你看看 嫂子 看见了吧 什么时候 人家众 可能以后 退出 他这种 妈 我回来了 小红啊 你这个怎么下班下得这么早啊 妈 你们这是这是干什么呀 没事 我跟你爸 其实啊 这也是累累的主意 对对对 是累累的主意 累累说了 除了高俊叔叔 他不会让别的叔叔把你领走的 这什么意思啊 小红啊 高俊今天不是要出院吗 我和你妈商量好了 叫婷婷啊 直接把她接到咱们家来 贵女啊 你别怪我们事先没跟你商量 你要相信我跟你爸的眼力 她跟书媛一样是个大好人 跟了她呀 你不会后悔的 妈 妈知道你要想说什么 你放心 从今往后啊我跟你爸呀 再不提要走的事了 小高啊 一进咱们家的门 咱们就是完完成整的一家人了 妈 咱们就去哪儿啊 然后 咱们快还咱们这儿 咱们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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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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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